欢迎来到果然八姐 关注订阅不迷路 八姐带你吃糖克瓜 当一个演员演戏到动人处 她的眼睛必是会说话的 杨子和谭剑刺都是这样的演员 在电视剧长相思中 有很多杨子和谭剑刺情感拉扯的戏 这部剧属于她俩的高光时刻 很多不是通过语言表达 而是眼神在说话 这种感觉真的很难演出来 但是这两个人生动地表达了出来 每次看向柳的眼神 都觉得她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给小妖听 但是她什么都没说 她俩就是书里走出来的向柳和小妖 长相思播出后 网上反响强烈 每天都有二人关于演技的夸赞上热搜 向柳虽不是官派 她和小妖的CP粉却越来越多 杨子说 她内心并没有证据和偶像剧的区别 想要把每个角色都演好 觉得能把古偶演好才是厉害 因为古偶的场景很多不是实景 你要自己一个人演 要对着绿木哭 对着绿木笑 尤其是长相思 她和谭剑次有很多大海里的戏份 都是吊着钢丝完成的 在长相思剧组宣传活动现场 张婉一 邓唯 杨子 谭剑次和王红一几人互动拍照里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 杨子牵手张婉一或者其他人的时候 都是直接食指紧扣打 唯独拒绝了谭剑次的牵手 直接拉住了谭剑次的袖口 再避免不了摆造型拍照环节 杨子也拒绝了俩人的手心贴手心 而是直接把兽放在了谭剑次手腕上方的位置 在同剧演员参加综艺 你好星期六的时候 俩人也是将避嫌进行到底 直接和张婉一时指紧扣 而对谭剑次直拉手腕位置 正是出自于什么情况 有不少网友猜测两人 或许没从距离走出来 也有可能是谭剑次已有 已有杨子刻意为了避嫌 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谭剑次吸粉太多 尤其是女粉丝 杨子不想和谭剑次有亲密接触 以免引来黑粉的攻击 甚至还有人猜测 两人其中一方已表白 这是属于一方有意一方无意的尴尬情况 无论如何 其实都是圈内人 不要刻意避嫌的太明显了 怎么感觉谭剑次都好像好尴尬的样子 吸脖子这一情节已经 让人觉得相当性感了 而没想到的是 谭剑次在剧中竟然还有吻戏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男主角竟然还没有完成吻戏 而这个小伙子就已经上嘴了 为了符合剧情需要 谭剑次在与向柳初次见面时 就会咬住小妖的脖子 因此 谭剑次也成为杨子在该剧中 第一个有亲密接触的男性角色 完全占据了时机和优势 可以说是原著粉丝心目中的白月光 实在是黛玉丰厚 看到谭剑次吸脖子时那种蛊惑的眼神 网友们忍不住扑上去一吻不胜 如果不是他注定被安排给杀死的角色 这家伙肯定能够成为官方CP 杨子小妖是有点定力在身上的 就像柳这个眼神 谁顶得住啊 更何况谭剑次还在耳边滴雨 这距离 这语气 是可以感受到鼻息 和心跳声的程度吧 就连走戏 谭剑次都会趴在杨子的耳边说悄悄话 一想到有一个爵士美男 用低沉的声音 伴着气息 撕摸着自己的耳朵 就感觉到受不了 性张力拉满 而且 谭剑次每次咬完 都会顺应剧情 在杨子的脖上留下吻痕 看正片的观众们都知道 这个吻痕特别明显 目的就是为了 让小狐狸夜时期吃醋的 没想到 这么虎狼的拍摄桥段 杨子居然还能有如此定力 抵抗住谭剑次的魅力 在花絮中哈哈大笑 好家伙啊 真是好家伙 正片看得网友心仰难耐 你俩却在花絮里花园宝宝 长相思中的杨子扮演小妖一角 可以说是具备一定定力的 尤其是面对向柳这样的眼神 谁能够顶得住呢 更不用提谭剑次还在耳边低语 那种近距离 温柔动听的语气 简直能感受到他的呼吸和心跳声了 就连在拍戏时候 谭剑次也喜欢贴近 杨子的耳朵说悄悄话 一想到有这么一个爵士美男子 用低沉的声音伴随着气息 靠近自己的耳朵 简直让人心神荡漾 性感指数即刻飙升 而且 谭剑次每次咬完小妖 总会留下吻痕 以便给小狐狸夜时期看到后吃醋 大家都知道 在正片中这个吻痕特别明显 这明显就是为了制造剧情效果 勾起观众的好奇心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杨子居然能够在这种虎狼的 拍摄场景中保持如此定力 甚至还能在花絮中哈哈大笑 真是太厉害了 这让那些追剧的网友无法自持 他们既期待能够在正片中 看到这样的激情火花 又为二人在花絮中的 嬉笑打趣感到好奇 这样矛盾的心情真是令人难以抉择 毕竟 谭剑次和杨子在剧中的 默契和化学反应真是让人陶醉 尽管只是咬脖子和刘吻痕 但他们之间的激情张力 让人瞬间就陷入其中 每一次的接触都让观众的心跳加速 仿佛能够感受到两人之间爆发的火花 正片看的网友们无比心仰难耐 而两人花絮里的互动 又显得有趣又欢乐 给人一种喘魔不透 搞笑的感觉 不得不说 杨子和谭剑次的配合 简直是天衣无缝 他们的默契让每一个镜头 都充满了化学反应 让观众们对他们的 摇眼投影热切的期待 所以 在看到他们在花絮中的嬉笑时 人们记过惋惜的希望能够 在正片中看到更多的亲密戏 又会为他们的默契与友谊 感到开心和欣慰 这种炙热的心情实在有些矛盾 但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情 让观众们对这对可爱的搭档 充满了期待和喜欢 无论如何 杨子和谭剑次在常相思 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无论是咬脖子还是刘吻痕 他们都能够用自己的真挚演绎 让观众深入感受到角色间的情感纠缠 更有意思的是 除了咬脖子 谭剑次也对自己一生的稳计绝学 倍感自信 在讨论肚气吻该如何演绎之时 谭剑次就没少提意见 在一片栏目包围之下 谭剑次与杨子吊着威亚 悬空在半空中 演员的信念感拉满 谭剑次轻轻地拖住杨子的头 然后慢慢地俯身而下 稳住双唇 定格许久 导演才喊卡 清完之后 杨子立刻就声讨谭剑次 口口声声说好要让我放松的 一点劲都不会让我使的 结果清完脖子还是赖 谁懂啊 向柳大人委屈 他明明演几手快地接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一场 成片要极其唯美的吻戏 所以杨子特别在意 观众会不会看不出来 这是在肚气 不是在接吻 因为这场吻戏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是在海底呼吸时的肚气 不是男女之间的接吻 谭剑次也接话 这场戏是要唯美 不能演得肯来肯去的 谭剑次还倍感遗憾 这么清汤寡水的吻戏 都没能用上他一身的吻戏 真是太遗憾了 这实在不行 评论区随机挑选一位 给向柳大人试试吻戏功底吧 导演跟杨子解释 到时正片剪辑 会放些小气泡 肯定不会看成吻戏的 有了导演的打包票 杨子这才放下心来 只是 自哈 他们真的没有按承诺打气泡 这就是一场吻戏 该说不说 谭剑次这个角色 是真的绝啊 是作者大大 亲妈心目中的白月光 于是才有了这滔天的福分 而花絮中的嬉笑互动更是 给人一种欢乐的氛围 让人希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够保持这样的默契和友谊 期待杨子和谭剑次今后的精彩表现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 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欢乐